2019香港小姐竞选的网络投票环节即将启动 8月2日,入围的15位候选嘉丽出席记者会,为自己拉票 仲嘉丽今日跟随主办方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 赴澳门和日本接受特训拍摄节目 刚刚返回香港,他们便忙着为网络投票做准备 候选嘉丽蔡嘉欣表示,最近这段时间录制节目让自己收获很多 尤其是满满的友谊 虽然网络投票还未开始,但身为网络红人的蔡嘉欣 凭借着靓丽的外形和众多的粉丝 成为众多网友心目中 本届港级竞选的热门人选 蔡嘉欣很感谢大家的支持 同时,她称自己是佛系参选 因为可能就是在网络上出现了那么多年 因为我自己也有拍影片啊,或是做一些视频那些 这么多年的训练都让我就比较平常心,就佛系参选 就没有太担心或是压力 反而很感谢网民对我的关注或是支持 说实话的每个女生参加这种比赛当然希望有名次,我也不会在这里就很像很大方的说没有名次也不紧要,当然是希望有的,可是我也觉得就是这种东西不能强求,就是要佛系 另一位网络大热人选黄嘉文也表示,这段时间跟前辈们一起录制节目,在选美的经验和心态上获益良多 当中我是学习了很多,从那个前辈啊,师姐们啊,学了很多不同的技巧 比如说是Javis啊,教我们怎么去做一个旅游主持人啊 然后另外也有师姐们去分享他们选美的一些经验还有心态 我觉得也是对我来说就是学义良多 据了解,2019香港小姐竞选的观众投票将在手机应用程式BigBig Fun上进行 从8月4日晚80起,持续至8月13日中午12时 观众投票结果将连同香港小姐评委会的分数进行合计 得分较低的加力,面临被淘汰的风险